字幕制建计 披达 ey 加密護士 嘿嘿 你的護士老師來了 加密護士 當你另於批准打算事 加密護士 當你每月過零,無時此 加密護士 當你順利如此 不再如此 衣服一直宽得如此 我们胆子满满物质 加密胡适 带你令女别全打小时日 加密胡适 带你每月获利无数次 加密胡适 带你长远牛死 玩犯凶死不论和死 我们主子一起刷着美好故事 我们先来看一下ETH ETH我认为它周线长这样 下引线这么短 如果它打到这边就下来的话 长个下引线我就是OK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确有可能是 反弹的最高点 可能是因为一周的第一天上涨 通常都没有好事 那第二个位置就是这里 那为什么第二位置是上面的 上面的红区间呢 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头肩底 不知道跑不跑的完 这边有个头肩底 OK这个头肩底跑完的话呢 要到 最少要到这边 3291到320 323302 然后目前是打到1.382 1.414 所以它这边暂停了一下 对这里有可能还没结束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这边空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有一个趋势线 这里 这里有一个上升通道 然后这一点是打到上升通道的第三点 所以我想要空空看 对 因为这里的确有可能是最高的 如果以化通道来看的话 然后再来是因为这边 这一条黑线被突破之后呢 然后 它下2B回来了 刚刚又碰到一次又过不了 又再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上不去这边 那如果有上去这边也不要意外啦 因为就不是这里就是这里 那如果它下面的头肩底 有没有机会可以跑到 2到2.24 如果跑到2到2.24的话 就会到这里 3388到3451 这个区间 那如果跑到这个区间的话呢 它这边这个下降趋势 每次它这个下降趋势已经破很久了 看大一点 要看这个 应该是打不到了 没事 应该是打不到了 所以这样房我们就要想到底是这个还是这个呢 目前这边是最高点的机会 我觉得是不小了 蛮高的 我们就看这边会不会下坡这个通道 马上如果能下坡 刚刚的前低就是3168 那我就觉得太棒了 然后目前是冰差的日线 你们可以看到冰差的日线 目前是长出了上线 最安全的方法是要破312 破312之后呢 冰差的前一根日线就会变成了夜行 不过离夜行还很远 目前还很远 好 那我们来看到大级别的东西 那到底目前叠完了没 如果以我们过去的经验 相信大级别的形态的话 我认为可能已经叠完了 我们看OK差的 目前这个地方有没有觉得就是周线要长下眼线的感觉 很有这个feel 很有这个周线要长下眼线的感觉 然后并且那个冰差的三日线也没有下眼线 所以有可能会在今天或明天一起涨下来也都不定 好 那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叠完了没这件事情 谢谢大家 目前看来呢 它就是一个下 带你走过币圈大小时 关注市场带你走过交易日月星辰 好 比特我也全部把图删掉 我们光来看一下 周线目前的长相 比特就真的很硬 目前的周线呢 它看起来就没有乙太那么弱 因为它的周线前一根有可能是头锤 所以它去上破头锤几率蛮高的 但就不知道现在到底是 比特会拉着乙太往上跑 还是乙太会拉着比特往下跑 不确定 我是希望乙太可以把它拉下去了 比特太猛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级别发生了什么事 这边打了一次掉下来 打了第二次掉下来 这边打了第三次又掉下来 而这一根呢是冰差新的日线 所以我认为 说不定这边会是最高点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箱体的盘整 如果下面这个箱体破掉的话呢 就等于这边没有撑住 那它这边就可以视为M头来看待 如果这个下边缘破掉的话呢 如果是M头的话 它就会来到这边 我们直接看2.618就会来到这边 OK 那如果来到这边的话呢 那高几率又就是刚刚乙太的剧情 打到这 再反弹 然后做头肩顶 然后再下来 然后这种剧情 那如果被它做成头肩顶的话 它会到哪里呢 它会回到62,000左右 好 那我们来看62,000这个点是什么重要的点位 好 量一下就会发现是的没有错 我们来看 0.35 所以我个人认为不论怎样62,000还是得回来的 盘面其实要上去 它这边底部做的不够 我觉得它还是得下来的 它只是把洗盘的幅度加得比较大而已 这样子可以把比较 在正式的拉盘前可以把它比较多人给洗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得再来一次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日线级别 比特做了什么事 如果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我们对盘面就是2B概念的理解 我也会觉得它跌晚了 来这里 如果我们人在当下的话 这样子有没有像AMPO 可是它却怎样呢 下坡之后已经待在这个黄线上方 12345了 已经第七天了 已经待在黄线上方七天了 那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是就是假突破嘛 那如果以假突破概念的话呢 那它是不是就是要去把前面也突破 对不对 像这个地方 有没有 假突破上去2B回来 目标就是把这边给突破 那把这边突破之后 那2B回来是不是就要把上面给突破 对不对 那把这边上面给突破前呢 那这个地方必须要有个底部形态 而这个地方并没有底部 所以我还是看好 它不论到哪里 它也是得下来再一次才上得去 然后另外比特是一个非常大级别的下降旗形 跟以太一样 它也是个下降旗形 所以这是个大级别看涨的形态 OK 所以这边我觉得盘一盘可能就会上去了 但一样也先等那个吧 先等那个5月份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到月线级别 因为本月一定要收红线 它只要能能在 能在71,300以下 那都是红的 都是红的 我是不觉得会来到那么高了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反弹 假设它要把以太拉上去的话 它到底可以弹到哪里 就以下面这个WD来看吧 OK 这边把它当WD来看 所以如果要跑完的话呢 哇塞 它又要来69,000了 68,400到69,000 那来到这里合不合理呢 讲坦白的其实也合理 就来到这里之后干嘛 故意把这边打破 打破之后呢 打掉之后再下来 然后目前它离压力非常近 这边有一条趋势线 所以它在这边受压力也合理 因为它离压力非常的近 那会不会晚一点再上来 故意打一下这边我也不知道 对 好 然后从周线级别来看 我还是觉得它得涨下很线 但就不知道是上去再下来涨 还是从这边 我怎么觉得 我怎么觉得刚开始啊 好 Mentality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realize the dedication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passion and determination You bring man and man inspiration Tour generation, you are the very legend I will never forget what you've been teaching me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you've been cheering me I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r legacy Badness and my bum mentality I will never forget